这是一台全新的低功耗库存迷离主机 做工那是相当精致 在我们测试的所有低功耗小主机中 属于顶流水平 它还是Finance无风扇被动散热 全程静音运行系统 双千兆网口 三显示接口 最吸引人的是它的价格 优惠的时候只需要479元 大家好 我是老白 今天给大家介绍 装置英特尔赛阳CPUN5100的低功耗迷离主机 索泰ZBOX CI331 N5100是我们以前测试过的 众多Jasper Lake系列中的一元 它是J4125的后一代 是N系列低功耗N100 N305的前一代 好像离我们还不算遥远 在新N系列低功耗当道的现在 大家对一台全新的N5100 库存小主机 还有没有兴趣呢 索泰ZBOX CI331 NALO小主机 它装置了 它装置了英特尔赛阳N5100低功耗CPU 四核四线程 24EU的英特尔UHD核显 双通道DDR4内层 2933兆赫兹 SATA SSD接口 三屏显示输出 双千兆网卡加WiFi5 打开来看一下 主机和所有的配件都在这了 电源线 外置WiFi天线 显示器背架和螺丝 SSD的散热胶电 这块小电源 是19V 2.1A 最高40W功率 我们把小主机拿到手上 塑料机身 但还是不轻啊 机身接口 前面板 电源开关键 ST卡插槽 耳机接口 麦克风接口 USB 3.0C口 USB 3.0A口 后面板 外置WiFi天线接口 双千兆网口 双USB 3.1A口 USB 2.0接口 VGA显示接口 HDMI 2.0接口 DP接口 19V电源接口 底部 双侧 后部 顶部 都有通风口 徒手就可以悬开 并取下四个脚垫 轻轻一抖 轻松打开底盖 看看内部接口 这是Intel SA9462 WiFi5无线网卡 没有对叠 双通道 内存插槽 2933MHz SATA SSD接口 BIOS里 我们能看到 内存是2933MHz 没有性能释放选项 有支持系统 叙利化的开关 但没有看到VT-D的直通硬件的开关 稳定性是我们最关心的问题之一 我们打开AIDA64 跑FPU单烤的压力测试 CPU最高8.2W 逐渐下滑到5.7W 整机功耗20W左右 CPU平均有效频率2.2GHz 我们一直单烤了2小时 CPU功耗最后保持在5.7W 室温24度的情况下 CPU温度最高84度 SSD温度一直显示30度 整机是Finance无风扇散热 算是非常不错的了 CPU-Z多线程1021 单线程254.1 和我们以前测试过的N5105 几乎一样 Geekbench 5多核2022 单核640 多核竟然和无风扇的 国伪N100接近 Geekbench 6多核1481 单核501 多核接近以前测试过的 286S N6005 Citybench 223 多核2072 单核601 多核成绩超过了N6005和5105 还有7505 算很不错啊 Passmark多线程4234 单线程1518 多核成绩接近N5105 综合上面的比较 索泰ZBOX CI331LALO的N5100 多核成绩接近同一代的N5105 有些测试甚至超过了N6005 接着看娱乐大师 总分345229 CPU得分127170 我们还给N5100运行了OpenW测试 AES360259 XX20 191691 Coremark 74617 Coremark成绩接近了N5105 超过了7505 HDMI接口能够输出 4K60Hz 8V RGB非压缩信号 DP接口最高支持4K144Hz 8V RGB非压缩显示信号输出 我们再带显示器 支持DP接口超频到160Hz 超频后 DP接口能够支持4K160Hz的8V RGB非压缩信号输出 接着我们看看英特尔UHD核显的视频解码 它最高能硬解本地8K60帧 HEVC和VP9视频 YouTube 4K60帧 VP9视频流畅播放 原厂硬盘测试 M.2 SATA接口 560多Mbps 这就是SATA SSD的速度 Wi-Fi测试 Intel SA9462 Wi-Fi5无线网卡 跑到了300Mbps 算是我的无线网络环境中 Wi-Fi5很好的水平 这台索泰Zbox CI331 Lalo小主机 装置了低功耗N5100CPU 5.7W的性能释放 我们直接列表给大家看 整机功耗没有超过28W 待机最高功耗10.2W 按这个结果 40W的电源能够搞定 室温24度的时候 CPU待机温度59度 SSD待机温度30度 被动散热下 SSD温度始终是30度 让我怀疑 这块SSD的温度传感器坏了 无风扇被动散热 小主机肯定是绝对静音的 所以我们给大家测试下机体温度 CPU测试满载的时候 机体最高温度58度 出现在顶部logo的位置 索泰ZBOX CI331 拉楼小主机 5.7W的混号释放 性能发挥还不错 算是被动静音小主机中 可以的 散热优秀 绝对静音 做工超一流 相当的精致 当然价格也非常便宜 只要479元 这是它的最大亮点 缺点吗 虽然有双网口 但是是千兆的 机身温度稍有点热 如果把它使用为一台 静音的低功耗LUS 应该还是非常合适的 总结一下 索泰ZBOX CI331 拉楼 被动散热静音小主机 出厂5.7W的性能释放 性能也不差 和N5105差不多 散热静音优秀 接口一般 不过 它有低功耗小主机中 最优质的做工 作为库存信机 只要479元 这真是一台 非常便宜的小主机 我觉得它 适合作为一台 低功耗静音轻纳使 比如 给它装一个 非流私有云啥的 这台便宜的 索泰N5100迷里PC 值得我们的推荐 好了 今天又讲到这里了 我是老白 谢谢大家的观看 再见